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福尚深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尊敬的最统修 最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 我们这个佛期 已经进入了第四天 再过几天 我们来举办这个 孝亲 报恩 中逢三十系年的法序 这因缘呢 所以再借这个 来给大家 洗讲这个三十系年 希望我们在 举办这个法会当中 能够更了解 明白 中逢果实 在这个三十系年的 苦口婆心 的劝导 希望我们一切众生 这一生当中 能够好好地念佛 老实地听话 一遍地一遍地念 希望把这句名号 在这个生活中 在日常生活 处世待人接物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中 善境 恶缘 顺境 逆境 在一切境界的当中 你一定要把这句名号 把它念书了 念习惯了 成为自己的习惯了 那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就很容易了 因为这个三十系念的内容 确实真的 敏扬良力 功德不可思议的 只要你用你那个真诚心 来做这个法会 那这个功德 无以论比的 不可思议的 所以为什么 这些鬼神 看不到的 听到要做这个三十系念 他非常的发喜 他为什么会欢喜呢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人生 是很苦的 六道是很苦的 今天突然间 有人告诉你 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法门 有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当中 在经上告诉我们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 只要你念这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深信不疑 你都能够得度的 所以 当他听到这个法药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发喜 所以在这个做三十系念当中 很多这些无形的众生 他能够得到利益 也不依然 你看我们师父 这个老和尚 曾经很多次都在讲里面的内容 很多这些得到利益的太多了 像我跟悟行法师 到处做三十系念 美国 欧洲 欧洲 千眼看到很多 而且也听到的 都得到这种的利益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像我以前 在台湾 台湾 有一次 发生了大水灾 土石流 大台风 在遛归 好严重 死了好多人 这个灾难 他们发生之前 这些鬼神都知道了 他都知道要有灾难了 但是人不相信 经过这个灵媒 来提醒 提醒什么呢 做三十系念 而且做这个三十系念 老和尚亲自参加 坐在后面 我们作为诺的 物行法师 做主法 在那个地方 一个小饭店 在那个空地 做这个三十系念 老和尚亲自 从头到尾 第一次到第三次 坐下来 跟我们一起 来参与这个法会 没想到 听话的人有福 这一区的人 相信来举办这个法会 过几天 台风来了 整个遛归很严重 坐那个法会的地方 没事 你讲一讲 这个是我亲眼所看到的 所以功德不可思议 只要你肯 你真的去做 不要去分别 这个法师主法好 还是那个法师主法好 不要去分别这个 很多人说 师父 哇 这个主法和尚 功力很大 不要来参与 学物法师主法 功力太小了 哎呀 那个小法师 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参加也罢 没关系 让他自己信任就好了 不能有这种的分别性 一分别 整个功德就打着扣了 所以我常常讲 就算这个法师 他没有很名望很大 就算这个法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如果今天我们来用这种心态 来参与这个法会 你所得到的功德 那就很明显的 所以这个是我亲自看到很多 而一眼睛所看到的 但人不相信 你不相信也没办法 很多 而且在台中 我们在做三十信念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 被这个众生复生了 然后出来 站在那个中间 那个拜殿的中间 跪下来喊哭 一直喊 喊什么呢 我很苦啊 祈求超度啊 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在念佛 站佛祭的时候 在唱站佛祭 要接入大慈大悲的那一个时候 念佛的时候 突然间冒出来一个 真的啊 太多啊 所以 这一次的三十信念 以这个孝亲亲民的报恩 的名誉 来举办这个三十信念 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呢 这个是一个关键 所以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会修的人 那个功德不可适宜的 不会修的人 一边念 一边造业 所以 为什么念佛会有 有人念佛会相应 有人念佛为什么不能相应 有人念佛会得到感应 为什么有一些人念佛得不到感应 有一些人念佛为什么会和欢喜的 有一些人家为什么念佛不欢喜 种种种的原因是在哪里 这个是关键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感谢你们 感谢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 还有这些网在网路上的 聚会在一起 我们来学习经教 我们来听经 我们来学习佛法 真的对我来讲 最大的收获 真的是我自己本身 如果没有你们在这个地方 我坐在这个地方讲经 那不是很奇怪 那不是很奇怪 那不是在说你这个是个疯子 是不是呢 有一次啊 我回到家里 在家里住一个晚上 刚好隔天 隔天要去大学 讲课 他讲课呢 晚上要备课嘛 所以一个人在房间 一边备课一边讲话 所以我的父亲啊 那个时候他没往生 他在敲门 你跟谁讲话呀 好像一个人在讲话 有点奇怪 他们不知道 我们是在备课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 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啊 说实在的 你要坐下来 老老实实听 坐在那个地方 来念佛 来听经 来诵经 很算不错了 有一些人你叫他坐下来 十五分钟 坐不住耶 没有那个耐心啊 所以听经真的是个非常的重要 颜浮体众生啊 是什么样的根性最立的呢 耳根最立的 就是因为耳根最立的 有时候我们读经 读下来 不明白 但是当我们听经的时候 当我们不明白在这个地方 当你听经之后呢 就觉悟了 所以 很多人为什么心 在这个时候 很难定下来 因为你的经听得不够 所以你没办法觉悟 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啊 你想要觉悟 你不靠经教 你是没办法的 真的啊 你要靠经教啊 释迦牟尼佛 一生讲经说法 不可终头 就是用这个方法 众生嘛 因为耳根是最立的 所以不断的讲经 用这个教学 来帮助我们众生 我们凡夫的众生 我们六道的众生 要在这一生当中 能不能觉悟 那个才是关键 但是关键在哪里 你有没有去听 你有没有听进去 所以 要多听 佛要多念 经要多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一定要明白 说实在的 现在在这个时代 真的不容易啊 你要好好乖乖地 坐在这个地方 如如不动地 来听教诲 那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我很感谢你们 所以你们听经啊 放松就好了 因为都坐在地下嘛 没有椅子吧 对不对 现在的人听经啊 不如以前 以前的听经是跪下来的 现在的听经啊 至少要坐在椅子的 因为有时候脚不方便嘛 没办法 甚至有时候听经 一边听经 一边喝咖啡 也有的耶 一边听经 一边吃饼干 也有的啊 对法真的不恭敬 那对法不恭敬 怎么能够成就呢 所以昨天已经跟大家 讲过一个道理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 释迦牟尼佛留下来 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整部大藏经 他的教学最高的境界 是建立在哪里 你能不能离遇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呢 很多人作为学佛的人 首先你要入佛门 你要先三归一啊 你没有入三归一 你怎么入门呢 而这个三归一最主要的 你看 归一达摩 达摩是梵语 是印度话 翻成中文就是归佛 还归一法 法最尊贵的是在哪里呢 就是你能不能离遇 你那个欲望 你能不能降低 你能不能远离你那个欲望 因为佛告诉我们 一切烦恼的根源 都是建立在欲望当中 都是在建立这个欲望基础上 欲望不除 六道轮回怎么能够解决呢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能往生西方尽头吗 很难 所以最这个法当中 最珍贵的 都是教我们离遇 你越降低 你心越清静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欲望 统统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所以成佛很容易 佛没有欲望 但是福报圆满 智慧圆满 什么都圆满的 你要想学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 坐在这个地方 真的要花一个时间 在这个地方好好用功 现在的人 最缺乏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没有那个耐心了 所以一代不如一代 真的一代不如一代 你看现在的人 真正念佛往生西方清土的 有没有很多 不多 真正修行的 也不多 你今天叫他来烧香拜佛 可能容易 或者出点钱供养 很简单做得到 如果叫他坐下来念佛修行 想要来超越六道轮回 十个人当中找不到一两个 太少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为我们讲 这个时代 有正法 有相法 有末法 但是最后的 称为什么 就灭法了 灭法 就是因为众生不相信了 圣玄的教会 不相信英国的道理 而且在这个灭法当中 佛告诉我们 众生是很苦的 苦不堪言 怎么苦法呢 寿命很短 一出生 过几年就没有人了 这个是灭法 然后在这个 死境这么短了 人与人之间看到的 就想要杀人 想要害人 所以很多人 在这个灭法的时代 躲在哪里 躲在森林 躲在森林 不敢出门 害怕嘛 很苦 苦不堪言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 遇到这个法门 还有来做这个三十十年 刚才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确实真的 这个念佛的人 佛告诉我们 过去生中 曾经供养 无数的诸佛如来 你才会有这一生当中 欢喜 接受 肯发愿 肯念 不然的话 不要说你能够来 受持这个法门 连听都听不到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去珍惜 所以今天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所以 说实在的 这一代的人 要真正相信 这个念佛 能够找为我们 一种解脱之路 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珍惜 这个姻缘 不要把这个姻缘 错过了 因为这个人生 太短处了 太短了 一眨眼了 就过了 就算我们活到一百五十岁 总有一天 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总算我们今天活得很长寿 你总有一天还是避免不了 人生有生老病逝 那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我们还要执着什么呢 还要计较什么呢 没必要的 所以师父有时候早上起来 还想一想 我们人 每一天不是在造什么 在做什么 在追求什么 在执着什么 在忙什么 不知道在忙什么 糊里糊涂来啊 糊里糊涂做 是不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来到这个世间 不知道在做什么 死了以后也不知道 往哪里走 也不知道 天天都是这样过日子 你说呢 到西方极的世界多好 西方极的世界 在那个地方 确实真的是一个 很安详的地方 安乐的地方 让一切众生在这个地方 好好在这个地方 好好修行 无忧无力的 天天 是做什么呢 是供养四方一切诸佛如来 多好 这人生真的无常 你看 昨天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从小玩到大的 很调皮的 常常来做弄我的 做弄什么呢 哎呀 这么年轻 不好好过生活 跑去出家 常常来做弄一些诱惑 有时候不理他 昨天他记了一个短片 短短的 大概一分钟 这个影片里面是谁呢 就是以前我还没出家之前 我的偶像 香港有一个明星 以前 不是现在 现在我就没有看这些了 什么偶像 我的偶像是阿弥陀佛 这些偶像 哎呀 明星偶像 那个是假的 以前 这个鱼翅 看到偶像 哎呀 发疯一样 有时候跑到香港去 看到他表演 唱歌表演 哎呀 这个 以前 哎呀 真是的 搞不懂 以前呢 我一出家之前 有一个明星 叫叶清文 你们大家知道吧 以前 长得很漂亮 人不但漂亮 人很好 我今天 昨天早上 一看到 不看还好 一看你吓了一跳 整个人就老了 老得这样啊 头发都白了 整个人就瘦到这样 哎哟 这个是我以前的偶像吗 我赶快把一张阿弥陀佛的像 好庄严的像 寄给我那个朋友 对不起 现在我的偶像是这个 以后你不能再乱寄给我这个东西了 这个跟我无有关系的 说实在的 真的 你看我们以前 年轻的时候都漂亮 对不对 你看男的 以前的都帅啊 你看现在 头发白了 对不对 眼睛也看得模糊了 耳朵开始听不清楚了 吃东西也没有力气 走路也离 走 脚也没有力气 皮肤啊 越来越衰老 对不对 你看看你们的相片 十年前 二十年前 多漂亮啊 多好看啊 现在呢 还是要接受了 所以呢 尊敬的追同修大德啊 哪一个是我们的呢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到现在为止 哪一个是你的 没有一个是你的 最简单就是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你的吗 这个身体不是你的 如果这个身体是你的 你可以做主 你可以跟他这个身体讲 我不想老 我不想病 行吗 没办法 从这个地方你还不觉悟 你还在这边迷惑颠倒 没办法 最好念佛 念佛是正确的 我们的偶像 我们的偶像 永远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偶像 那个正确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这个三十系念 昨天呢 简单的为大家说明 累不累啊 累不累 不累啊 那我就去了 好 我们请合掌 把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念过去 家灵出窃 亲称家号压群因 经文连到这个地方 家灵啊 是一个比喻 比喻啊 比喻什么呢 比喻是一种鸟 这个什么鸟呢 我们常读这个弥陀经的人啊 你就能够看到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怎么念呢 叫做家灵平且 家灵平且呢 是指啊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种鸟 这一种鸟呢 叫做家灵平且 用现代话来讲 这一种鸟呢 叫做妙音鸟 妙音 所以我们一般啊 做要三归一啊 头一句 我们就会念到什么呢 阿瑟里 阿瑟里 弟子 妙音 有没有 或者我们在五量说经 莫后的 我们会看得到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成佛 称为什么呢 称为什么呢 妙音如来 那为什么称为妙音呢 这个音是指什么呢 这个音有什么样的特别 有什么样的厉害 为什么称为妙音呢 而且这个音是妙中之妙 没有比这个更妙了 那什么意思呢 下面会慢慢为大家来解释 这个妙音 为什么中风果师 用这个嘉陵瓶且来比喻呢 这个慢慢来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那这种妙音鸟 那这种妙呢 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呢 有 但是 这种鸟呢 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有看到 但是现在 可能看不到了 甚至已经 也没有人听得到 没有人听得到 很少人听得到 不要说外面的 连我们呢 也都没有听得到这种鸟 没有 那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这种鸟啊 都在哪里生长呢 在雪山 澳大利亚有没有雪山 澳大利亚有没有雪山 有没有 有 在什么时候 冬天是哪一个几月份 七八月 要不要我们去雪山 要不要去雪山啊 要不然呢 如果有福报 看得到这个 这个没有鸟鸟 也不错耶 对不对 你看 讲到这个好啊 等一下师父到时候 要跟你们问 要不要去 哎哟师父 好冷啊 受不了 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那个时候呢 这个鸟的生长都是在雪山 雪山啊 那个时候有 这个雪山啊 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西马来亚山 现在还在 所以原本啊 师父啊 想要打算去 Newport 到那个西藏去 那个很高的那一个 但是没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疫情一来 还是乖乖的 在家里 本来跑到那边去的 已经规划了 但是没办法 它在喜马来亚山那个时候 很多只种鸟 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这个叫做妙音鸟 加灵 平浅 那听说 据说啊 据说 据说这一种鸟呢 它的声音啊 一交出来啊 非常非常的异耳 就是非常的好听啊 我们怎么想象 也想象不了 鸟 那怎么好听呢 鸟的声音怎么好听呢 像我 我住在94号 这几天 佛妻嘛 那个94号 很不错耶 怎么讲呢 早上起来 不用闹钟的 真的耶 我住的那个房间 屋顶啊 全部都是鸽子 所以哦 无论你下午也好 晚上七八点也好 或者你这个早上凌晨也好 天天跟你吵 哦 那个屋顶儿的跳 我在想 这个鸟你不睡觉吗 你不累吗 真的耶 天天跟你跳在那边 早上起来四点 它就已经秋起床了 哦 那个声音 那个鸽子的声音 你们知道吧 哦 是的 主动就起来了 平常我是四点半 四点四十五分 起床嘛 四点就能把他揪起来了 跳 让人跳 哎呀 还是起来 有时候三点两点多 还跟你跳 哦 我说 沟通一下好不好 你不累 我累啊 我还要打佛气耶 我要三天三十四念耶 我睡不好 精神不好 那怎么办呢 所以好多鸟在那边 但是有时候 一起来 坐下来 我平常就是这样的 坐下来 就是喝温水 一边念佛 一只鸟都没有看到 起来了 一只鸟都没有看得到 跑光光的 所以这一种鸟呢 中风火狮告诉我们 这一种鸟 它的声音 非常的悦耳 很好听 悦耳到什么程度呢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连天人唱歌 都比不上它 你想一想 天人唱歌 都比不上它的声音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经上 很多一部经 不仅仅是弥陀经 很多经典 常常用什么 加灵平且 这一种鸟 就是妙音鸟 这一种鸟 来做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阿弥陀佛 所说的法 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这一切 一切的法 它的声音 是美妙悦耳 是无以论比的 让大家 让一切众生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有看到到的 看不到的 只要你听到佛的声音 都能够得度了 在表法这一个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讲经说法一讲 法会结束 至少的 几乎都是正的 西头环 阿罗汉 什么样的原因 它的音声 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 没有用这个麦克风 它的声音 一趴出去 不得了 所以中风果施 用这个地方 来为我们做什么呢 做这个比喻 最重要的比喻什么呢 让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 明白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它的声音 它的功德 是非常精妙 而且 妙中精妙 没有比这个更妙了 在一切法门当中 在一切法门当中 无论三成妙法 都比不上这个法门 都比不上这个声音 形容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所以经上 又为我们讲很多事 诸大菩萨 用千百大节 五量节 称赞这句阿弥陀佛 都称赞不完 称赞西方极的世界 都称赞不完 何况呢 称赞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就不得了了 你想一想 你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的福报有多大 太大了 中风果是用这个比喻 是不是没有有道理的 明确地告诉我们 让我们指下这个承担 你要相信 你放心 确实真的 这句名号的声音 这句名号的功德 没有能够相比的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 但是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对一般人 听到的感觉是怎么样 没什么好别 没什么好特别的 对不对 人家听到这句阿弥陀佛 没什么特色 哪里好听 是不是 走来走看 上来看去 都是一样的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 简单四字阿弥陀佛 哪里有特别呢 有什么了不起 有什么好厉害呢 声音怎么能够超过呢 连天人的 唱歌的声音都比不上 特别在哪里 声音的 在哪里呢 所以 很多人听到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都是一般的 你不相信 看看你的周围 是不是这样 甚至有人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声音 害怕 怎么害怕呢 比方说 阿弥陀佛是给死人念的 你怎么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 死人念的 活的人怎么念呢 不吉利 听到这句阿弥陀佛 就好像 怎么呢 不高兴 距离远远的 跑得远远的 不敢听了 不敢念了 赶快跑了 你不相信 以前听我们师父上人讲 香港人 你们这边有没有香港人 对不起 如果有香港人 我真的对不起 我前几天 有认识了一个 有个香港的 他在香港 做俱乐部 做高尔夫球的 开这个 做这个生意的 跟我 这个 这个 讲电话 讲了一大堆 我不敢讲 你要不要念 赶快念阿弥陀佛 不敢讲 因为我们师父上人讲 以前在香港 听到这句阿弥陀佛 有人给吐口水 不吉利 不敢念 所以很多人 就是这样认为 阿弥陀佛 不吉利的 死人念的 活着人怎么念呢 对不对 所以不敢念 甚至有人说 这些阿弥陀佛 没有文化的 都是给那些老人 不认识字的 专门给老人念的 所以称为我们 净土法门 念国法门 是什么样的佛教 老人佛教 你想一想 我们进来 这边念佛的人 年轻的人 有没有 没有啊 找不到一个 如果教大人 敲法器还好 敲法器结束了 跑到外面去了 哪里会坐下来 念佛 不可能啊 所以称为老人佛教 是真的 不懂 像我刚刚到台湾 去学习的时候 我在我师父的道场 我那个师父的道场 每一个礼拜天 共修好多人 来共修的 都是大学生 那个来共修 礼拜天 大概有六七百个人 好多人 还没有那个小孩 家长 一共起来 都是至少一千人 那个法院很殊胜 好殊胜 那个法院 我一到台湾 共修 一进去 通通都是老人 所以我在台湾 受到很多的这些好的教诲 特别是这些老人 来照顾我们这个年轻人 以前师父 吃饭 如果没有喝冰水 吃不了饭了 以前师父 要吃饭 没有喝可乐 吃不了 喝可乐 又冰块 又辣椒 对老人来讲 那个都是毒 我在台湾 被他们这些老人家 一个一个改过来 现在可乐也不敢喝了 冰水也不敢喝了 天天都喝温水 整个思想 想法 都是像老人家一样那样 所以好处很多 所以很多人 把这句名号 当作什么呢 当作一般的 那中风果实 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讲 讲什么呢 对这个念佛的众生 只要你肯念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 没有一尊佛都不胡念 我们在《弥陀经》 大家能够看得到 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不仅仅阿弥陀佛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 都不胡念这个人的 而且阿弥陀佛 在《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当你这个人念佛的时候 当你想要来念 这件阿弥陀佛的名号 而且你真的想要发愿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我要好好 你念佛 将来到西方极的世界 阿弥陀佛派了几位的菩萨 来保护你 二十五位的菩萨 来保护你 无论在什么样的 一切处 一切时 随身都在互念 不仅仅二十五位的菩萨 佛在经上也告诉我们 一切大诸菩萨 都会随身 都会随身 随身 随护 不仅仅这些诸大菩萨 护法隆天 都是随身 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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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经上 为我们苦口婆心 为我们把这个道理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了解 不是来为我们讲神话的 也不是来为我们编故事的 是来为我们把这个事实 让我们明白 念佛的人福报很大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经上 也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证明 用现代我们生活中 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些 念佛的同修 都能够得到证明 佛所说的这些话 你们念佛有没有得到感应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你现在都是念佛得到感应 你不感应吗 哎呀 要相信自己 要相信 真的要得到感应 不要说外面 说是否自己本身 我不是跟大家常常分享那个故事吗 当你妖魔鬼怪 要来抓你的时候 要来伤害你的时候 当你用你的真神去念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 整个妖魔鬼怪 变成一片的光明 护法龙天在拥护你的 千眼所看得到的 那如果讲到这个感应的念佛 那无济济说了 不可思议的 那这个感应只有自己去感受 那用什么去感受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一遍的一遍的去念 你要多念 很清楚的 一遍一遍的去念 听得清楚 好好念 把它念熟了 这个就是等于你跟阿弥陀佛 主动去感 阿弥陀佛就有应了 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 你念佛当中的时候 你又真的要很清楚 像师父念佛的时候 很清楚 阿弥陀佛 很清楚 阿弥陀佛 很清楚 阿弥陀佛 很清楚 即便要速又快又慢的 你坐下来 你那个心就念在里面就好 你也听得很清楚 听得很明白 一句一句的 你能够这样的保持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天天不中断 早上十五分钟 最多半个钟头 晚上睡觉之前 半个钟头 十五分钟 三个月 你就见到效果了 养成这种习惯 在这个心界当中 你会一种念而五念 那种境界会出来了 你不用去提他 也不用去理他 他住住来了就出来了 你要这样念阿弥陀佛 你不要像那种 好像赶车一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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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念到最后 哎呀 高喘耶 很喘啊 很累啊 对不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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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了 慢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的心 容易心腹气躁 把那个心定下来 因为他教你要耐心 一步一步 就是耐心 用你的心去看 用你的心去听这些名号 你才能够念得出来 这个名号的一种的感恩 那这一种鸟呢 据说啊 这一种鸟 这一种鸟 据说 这个鸟在壳里面的时候 就是说啊 在鸟蛋里面 它还没出来 当他这个声音 教他出来的时候 教出来的声音 其他的鸟一听到 会气死了 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鸟一出来的声音 这个鸟的声音太好听了 而且这个鸟一旦破蓝了 耳出 就没有任何声音 能够压得住他的 没有任何一个声音 对不对 像师父 以前啊 师父以前很喜欢唱歌的 也很喜欢听歌 Oh very nice song 很喜欢的 很喜欢听这个歌 也很喜欢唱歌 那师父最喜欢听的歌是谁呢 就是那个意大利的 一个眼睛瞎的 Andre Bocali 师父很喜欢听他的歌 他一唱出来啊 整个师父的身体 发动起来了 什么都忘记了 你想一想 那个迷啊 迷到这样的程度啊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歌星啊 Andre Bocali 意大利人 声音好棒啊 一唱出来啊 很震撼的 那个是以前啊 现在没有了 是以前啊 那 这种鸟的声音 它就是有这样如此的灵量 不可思议的 所以啊 中风果师啊 用这种鸟来做比喻 其实呢 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念佛之人啊 就是我们念佛的人 当我们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名号 你那个心刚刚念起 刚刚念起 还没念出来 只是那个心 动了这个念头而已 我要念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 还没念出来 还没念出来 你这个声音啊 超越一切的范音啊 你只是一个动个念头 还没真正去念哦 你那个声音 那个功德啊 已经超越死法界了 如果今天 你用你的真诚心来念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那就不得了啊 在这个声音当中啊 中风果师告诉我们什么 无以论比的 所以念佛的人 在经上 在三规一里面 在五量寿经 释迦牟尼佛 称为我们 妙音居士 妙音屠杀 也没有过分啊 因为他就是相应的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中风果师呢 没有太过分 用这种鸟来比喻 没有 所以中风果师 在这个地方啊 是特别为我们比喻什么 念佛这个声音啊 他能够射受 非常之强啊 而且这个射受啊 只要你真的真心去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用你那个心去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的或这个弥陀 愿力的射受加持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有很多人 对念佛这种事情呢 还是不大理解啊 认为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太简单了 念来念去 没什么花样 而且 很枯燥啊 很枯燥 真的很枯燥 很多人认为啊 真的吗 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能成佛吗 靠这句阿弥陀佛能够超越死法界吗 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够超越二种生死吗 真的吗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真的能够度众生吗 有可能吗 这么简单 方郁容易 有怎么样的厉害呢 真的吗 很多人就是有这种理解 我们不要说外面 让我们自己有时候对自己都不信心 不信心阿弥陀佛所讲的话 不相信释迦牟陀佛所讲的话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真的 只要你肯念 你真心去念 你能够获得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最高明的方法 往往都是最简单的 这一点我们在现前生活上能够看得到的 真的 怎么看得到呢 你看现在科技发达 发明什么呢 发明那个发动机 那个发动机知道吗 你看那个动力很强 那个动力很强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为什么他的力量也这么强 就是因为他去一圈一圈的运转 一圈的一圈的运转 一直在重复 重复到什么程度呢 重复到他 达到那种密度的高度 高度的秘诀 他的力量就越来越大 这个是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所看到得到的 那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念佛这人 也是不例外这个原则 实在讲 我们念佛也是如此 都是不断地在去重复 不断地去念 一遍的一遍的重复 一遍的一遍的念 念到你自己已经念到熟了 整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力量 整个阿弥陀佛的力度 他的感应能够超越非常的殊胜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妙 越简单越精华 你像这样的念佛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印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 教我们什么呢 教我们你要一直要重复 你要不断地去重复它 一句一句的接着 一句一遍的接着一遍 你要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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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别的 就是这样的 你要把它念 念到以后念熟了 整个力量就出来了 原理原则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念佛 为什么没办法得到这种的力量 因为我们常常有断续 今天念佛 明天休息 即刻休息念佛 晚上就休息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 不能得到像现在过去的那样的得到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断续 你看那个黄达铁 为什么黄达铁他能够念佛成功 就是因为他一直重复地重复地念 老老实实听话的一句一句地念 一达铁一念一句阿弥陀佛 一达铁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他念熟了 熟了 自自然然了 心就清净 心清净了 生死就自在了 生死自在了 你看多好耶 这个就是中风果师 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明天再给大家分享 今天时间到了 讲太多 等一下发隔岁 这个简单 今天为大家做一个比喻 这个妙音之鸟 主要的是讲这个音声 这句阿弥陀佛 没有比这个 其他的方法更妙 这个是最妙的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岁岁平安 祝大家年年如意 最主要的 在这个世上 我们要懂得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每一分每一秒 我们要分秒必争 哪一个人要分秒必争呢 这句名号 一切 徐元就好了 尽心尽力就好了 最主要的 回到你自己本身 把这句名号变成你自己 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那我们将来 离开这个世间 所谓的 愿我临终无障碍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 没有生病 没有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痛苦 我们自自栽栽栽的 好好离开这个世间 就算我们没到西方级的世界 起码你也不会躲在三二道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好处 在这个地方 祝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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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